各位球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高手请注意 我是陈寅老师 本期视频我打算讲讲双打 反手发小球的技术季节 可能有的球友这时候会在单步上就问了 陈老师这么简单的技术也需要让高手来注意吗 这么想的球友请扣一 其实想要稳定的发出高质量的球 对于大部分的球友来说并不是很容易 这项技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今天我们就来展开讲讲 我们先从一个问题开始 大家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在不考虑发球的时机节奏和角度的情况下 什么样的发球算得上是完美的发球呢 大家可以把答案发在弹幕上 首先大家觉得一个弧度就是相对比较贴网的球 能不能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呢 其实这是不够的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仅仅从弧度的角度来看 第二个球虽然弧度很平很贴网 但是过往后有一段平飞的距离 很容易被对手借力去推扑 比较完美的弧度应该是球过往之后 球头就往下走 增加对手强点的难度 在发球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区分 自己的发球到底是真的好 还是自以为是发的好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操作 全是握拍 反手放往前 那肯定是反手握拍 大拇指顶住拍柄块面 我们左手拿球怎么拿 看到食指拇指捏住球毛 不像正手发球是这么拿 反手放往前是这么拿 有区别的 而且你发的时候 你看球头是冲哪呢 冲我 是吧 冲我点自己 并且冲下 再看一下跟我的球拍的关系 在哪 在我球拍前面吧 不要拿这么上 拿这么上 你发球的时候你会抛起来 把球抛起来 球抛在空中的时候 球会跳的 球头不稳定 所以说准备的时候 就把球跟球拍保持好固定的关系 看到没有 包括在什么位置啊 球击球点应该在我的中偏上一点 上段 不是在中后部 中上部 这样的话可能球更好发力一点 好 那第二点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 我架拍怎么架 大家看我的姿态 首先我手腕 跟拍头是什么关系 大家看这个角度啊 有些同学发球 打很低 好像是很标准 是吧 球点方很低 但是你想想你发球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里边 因为球点肯定要比球网低了 你肯定会上扬手腕 不然你发不过去 这样的话容易犯错 就是上扬手腕 那就球发高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把球拍尽量的横过来 只要是我的球点 不超一名一五就可以 是不是 不犯规 这样的话便于 我们直接向前去推了 你敲碗的这个可能性就少了 是不是 然后再一个很多球迷问我 平行站位可不可以 主要在前可不可以 我认为也都可以 只要你能发好就厉害 是吧 我们看结果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大部分 还是持拍手的同侧脚在前呢 主要在后 为什么给自己向后拉的 这么一个空间 一个距离 而且动作也帅气 然后再一个 你这样站位的话 你的重心可以往前压 我们讲发球的时候 其实重心往前压 为什么 因为我发球的距离短了 我发距离越短 我是不是越好控制它呢 同时给对手判断反应的时间就短了 那如果你的发球 首先站位偏后 重心再到后面 你看 这一前一后一米多了 那首先你的距离长了 你就不好控制它 再一个给对手的反应时间就多了 它好去打你了 说完了握拍 拿球以及架拍 第三点就是击球 怎么击球 好 首先第一点是架拍很重要 一定要架稳定了 检查检查 我的球拍 跟球的关系对不对啊 好 然后再开始击球 击球 大家注意重点 是靠小臂 去击球 击球瞬间 我会加上一点手腕手指的力量 但是主要是靠小臂 曲肘之后 小臂回拉 然后再向前推 向前推 找这个推过去的感觉 把球推过去的感觉 球会更加稳定 不是靠手腕 手腕球 你可能会发好 也可能会发飞掉 手腕太灵活 不稳定 这个也是很多球友 为什么发跑球的问题 一定是靠小臂 回拉之后 把球 推过去 把球 推过去 找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话球会更加稳定 在双打比赛中啊 发接发 对于比赛的走向 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稳定 高质量的发球呢 可以让我们尽可能减少 在发球阶段的劣势 提高前三拍的威胁 练习 发球啊 对环境要求 其实不是很高 利用我们稍微早点 到球场啊 包括局间休息的碎片时间呢 就能完成练习 大家呢 千万不要懒惰 抓紧时间 练起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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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